可能每個人都在分波 拼命 慢慢地不知不覺我們的生活 就開始失衡了 或許你有多久沒好好看過日落了呢 希望你還記得 或許就在昨天 Vivo X系列一直作為Vivo高端旗艦 去年X90的卓越影像表現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而今年X100再次亮相 剛好我這裡有X100和X100 Pro 我們一起來看看他們的表現吧 那這一代的X100外觀再次升級 相較於上一代X90改造天圓地方的設計 X100更注重質感的提升 配面的設計也有顯著變化 X100的攝像模組移至居中位置 這點與X90不同 因為有些用戶喜歡攝像模組位於一側 而另一些用戶則喜歡攝像頭位於居中的位置 居中設計可能更符合某些用戶對於對襯美的追求 而攝像頭位於一側可能在設計上更為獨特 那麼你們更喜歡哪一種設計呢 可以在彈幕上評論一波 鏡頭模組上窄下寬 采用多元內切設計元素 形似日時時的環 官方稱之為日環雲接 這樣的設計理念非常引人入勝 將TES logo放置在鏡頭模組中央 進一步強調了這個元素的重要性 這樣的設計可以借用自然界的美學元素 如日時時的環形效應 賦予了產品更為深刻的意義 中背的鏡頭模組則是左窄右寬 又像一輪月牙 名字也叫月環雲接 X100系列設計 整體上通過與自然景象相連結 增加引發用戶的共鳴 這樣的神威選擇 既是對技術的表達 也是對自然之美的致敬 好傢伙 一個日月整出拿手機 那我白天用中杯 晚上用大杯 豈不是爽翻 整機背板採用液體磨砂玻璃 與鏡頭接觸的地方有微微的隆起過度 並且加入了一圈太陽紋工藝 戴過劳力士日曆系列手錶的副歌們 應該對這一圈太陽紋很眼愁吧 是不是很有質感 相比於X90貫穿機身的鋁合肩線條 這一次的背板沒有上手的割裂感 取而代之的是溫潤光滑的手感 而我這一款叫做星際藍 在不同角度光線的照射下 猶如深夜拍攝下的星軌攝影 搭配前者的月環雲接 這種設計理念 不僅在視覺上 迎到了浩瀚宇宙的感覺 也為手機外觀 增添了一層深邃的藝術氛圍 不僅令人聯想到是天文奇觀 還為手機住了一種神秘而迷人的氛圍 不得不說 vivo的外觀設計 真的是越來越懂我心了 那整個機身的中框沒有太大變化 音量鍵和電源鍵集中在一側 底部是揚聲器 電源插口卡槽 頂部是professional photography的天窗 紅外發射口和麥克風相當具有辨識度 屏幕方面2880x1260超視網膜8T護眼屏 8T LTPO局部峰值亮度3000D特 120Hz刷新率算是一塊全面的屏幕 在觀看HDR視頻等等都有著不錯的表現 那麼這次總體來看 各位能給vivo X100系列的順利打幾分呢 去年的X90系列1英寸大D主攝 給大伙們帶來了大體震撼 各種對調直接擠爆牙膏 而今年X100再一次帶著自眼影像V3芯片來了 無論是T星鍍膜還是各種防抖 該有的好東西全部都有 甚至連主攝都配備了CIPA4.5單反級的防抖 別人家的天花板直接拆下來 裝成自己家的目的板 還得是你啊Vivo 影片模組方面 5000萬1英寸主攝IMX989 23毫米焦距 CIPA4.5單反級防抖 5000萬超視野超廣角鏡頭 15毫米焦距 5000萬蔡司APO超級長焦 100毫米焦距 最高支持100倍的變焦 啊?你問我這是啥? 這極光對焦傳感器啊 有了它對焦就更準了 多的不說 直接上樣張 這一次的V3芯片 帶來更好的人像能力同時 還讓X100能夠更輕鬆的拍攝4K電影人像 並且X100也自帶了4K視頻的各種預設 就算你是攝影小白也能輕鬆上手 而為了小白能夠更快速的成為攝影大神 Vivo X100還預設了各種黃金焦段 搭配蔡司鏡頭風格 隨手一拍那就是大片 再看一下今年的1英寸主攝的調教 細節方面更加豐富 顏色感知也更加貼合我們肉眼的習慣 並且大底的優勢 那還複值這一點 夜景環境下 X100的成像速度相當快 噪點和細節處理也更加到位 同時邊緣模糊也有很明顯的進步 甚至給我有一種用力過猛的感覺 哎?這感覺都像是天亮了 那不得不說大底還是香啊 我們接著來看長焦 懂攝影的小夥伴應該了解蔡司的 APO 而這一次X100的長焦鏡頭 據說比上一代提高了97%的進光量 我實拍下來 10倍和12.5倍效果非常好 50倍下塗抹感的算法介入不算特別明顯 並且色彩的捕捉依舊保持水準 你以為這樣就夠了嗎? 它還有著長焦玄日功能 那眾所周知拍太陽是一個難題 而X100鏡頭模組上的替星度膜 在抑制炫光下有著出色的表現 搭配前者提到的V3芯片 X100拍攝落日也很有專業相機的味道了 哎?那要是這樣的話 以後我買演唱會 是不是就給買後排的票就行了? 我們最後再來看幾顆長焦微距 得益於鏡頭模組下方的激光對焦承感器 以及稍帶的1比2等效放大率 這次Pro有著更好的微距效果 我強烈建議大家在現下實體店的時候 體驗一下 那最近不是天冷了嗎? 把鏡頭放在自己的毛絨帽子上看一看 那這微距效果大家覺得怎麼樣呢? 還有還有啊我很喜歡這個浪漫的小功能 AR天文管 那比如這個星座 竟然可以AR的方式實實欲覽呈現星座的形狀 哎?這買回去帶回家 是不是又有了一個和你朋友去看星座的理由呢? 技能後面這次Vivo X100 全系搭載的都是天玑9300 今年的8個多少是帶著情緒來的 上來就幹掉4個小盒 還讓Vivo全系發展了天玑9300 那這堆CP我先可為敬啊 那我們直接再來看看測試環節 原神起動 25度室溫條件下 原神畫質開啟極高 打開60幀 關閉動態模糊 在虛弥城周邊打怪測試30分鐘下來 平均幀數59.9 遊戲渲染分辨率為1800x810 整個測試過程中大於30幀的情況100% 大於50幀的情況99.8% 平均功耗4.5萬 同時前面咱們提到這V30自然芯片 也在這次發揮了作用 自家調教的遊戲插針和遊戲超分功能 讓遊戲體驗感直線上升 我算是知道了 什麼叫藍場玩天機 越勇越牛 值得一提的是 這一次的X100在暗區突北里 也支持全地圖光線追蹤 儘管目前手機遊戲使用光追的不多 但是可以看出來 隨著手機硬件的發展 光追也會逐漸普及到更多的手機遊戲之中 那感興趣的同學也可以去線下線體驗一下 其他方面 Vivo X100 Pro有著超大容量的5400毫安式電池 和全系標配的120W閃充 IP68的防塵防水 也能夠防止意外情況對手機造成不必要的傷害 而就在前幾天 Vivo開發者大會上 所發布的Origin OS4也首發搭載了X100 藍芯大模型的加入也讓X100更加人性化 總體而言 今年的X100系列的更新低調了許多 如果說去年X90是幾爆牙膏 秀出建設的身軀 更給用戶欣賞的話 這一次的X100 則是在原有的身軀上 雕刻出更加有細節的線條 但無論是外觀上的細節處理 還是強悍的影像怪獸 亦或是9300的調教 Vivo在同期價位內 盡可能的給予著我們最好的答卷 在新的芯片陸續發布完成後 各大廠商今年的賽道也正式打響 Vivo X系列率先給出大杯影像提件 也暫時做出了出色的榜樣 這一次比賽的初期 Vivo就已經給出了相當不錯的答案 我也期待之後的廠商能有怎樣的表現 那麼本期視頻就到這裡 這裡是小溪設計所 我們下期再見啦 不僅在視覺上營造了 呃 原神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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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神啟動